接下來要講的就是我們那個大器對我們的一些保護 其中第二點 阻擋外來危害考的比較多 第一個是維護生命 第二個是阻擋外來危害 第三個是調節能量 第一個是維護生命 第一句話是廢話 就是說一般東西要行呼吸作用要吸收誰 氧氣 植物行光合作用要吸收誰 二氧化碳 誰給他氧氣 誰給他二氧化碳 大器 大器提供了氧氣跟二氧化碳 讓我們能夠活得下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我上課跟你講過的 我上課跟你說過的地球上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 非常酸 非常減 溫度非常高 溫度非常低 壓力非常大 你覺得不會有生物活得下去的地方 都發現了生命的蹤跡 共同特徵是什麼 有水 有 液態水 那 藉著大器的水循環 他就把水怎樣 送到了世界各地去了 因此世界各地都有機會繁衍生命 世界各地的生命都可以得到它所需要的液態水 所以藉由大器的水循環的過程 然後讓我們的水分能夠衝送到世界上各地去 要說維護生命 主導外來危害 有一種是擋著看著見 就是擋不看著見 渣渣 太空那些圍裡面渣渣 衝到地球跟大氣摩擦 燃燒發光發熱叫做流星 燒完渣到地上叫做隕石 所以跟你講過 學測考過 月球有沒有流星? 沒有 有沒有隕石?有 地球因為有大氣在這裡 把那些渣渣大部分都怎樣?燒掉 我們就不會像月球那樣子到處坑坑巴巴的 這個叫做阻擋外來危害 叫做擋得住看得見 還有擋得住看不見 剛才講過一個叫做紫外線 有個臭氧層對不對? 包括吸收過濾紫外線 還有一些所謂的宇宙射線 就是宇宙上的一些高能量的代電粒 它站在我們的最上面 最上面被吸收掉 被吸收掉 就是我們會提到最上面那一層 最上面那一層 真溫層被吸收掉 叫做擋得住看不見的 看不見的 所以它阻擋了外來危害 包括看得見的跟看不見的 來保護了我們地球上的生物 再來叫做調節能量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才講過的 我們有溫室氣體 而且剛剛好不會太多 因為有溫室氣體 吸熱放熱加熱地球 地球能夠保持溫暖 平均溫度 平衡溫度15度 平衡溫度 吸熱放到平衡溫度15度 如果沒有它 我們會降到零下18度 大家都變成冷凍豬肉 冷凍豬肉 所以有了它 我們有夠溫暖 而且沒有太多 如果我們跟筋性要那麼多 我們也不用玩對不對 表面溫度400度 我們也不用玩下去 所以我們有 又不會太多 剛剛好 剛剛好的夠溫暖 剛剛好多溫暖 OK 所以這要做調節能量 另外一個是我們講過的喇喇 喇喇 我們前面交過嗎 喇喇喇 就是吃到比較熱對不對 南極與北極比較冷 熱空氣會上升冷空氣會下降 這邊喇喇喇 喇喇 喇喇就是熱了就不會太熱 冷了就不會太冷 因為我們有大氣的關係 所以溫差就不會很大 所以我們前面講過 你只要沒有大氣溫差就會很大 溫差就會很大 這就是它對我們的功用 它可以調節我們的能量 讓熱的不會太熱 冷的不會太冷 這就是我們大氣對我們的保護 喇喇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